可是進口美豬這件事情 這是天要下雨 娘要架 這是阻擋不了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不要拿國民健康 拿農民生計來做這些鬥爭的藉口 這都是藉口 不要目光如鬥 對 大家務實一點 經貿發展 你今天有聯合國Codex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 科學標準 這個你要說他不科學 但他就是一個標準 重點是不要忘了 臺灣還是WTO的會員果 你是自由 主張自由貿易的 那今天你要置外於國際 全世界都買 就譬如我臺灣不買 你臺灣很了不起 你還要不要跟這個國際往來 那你要不要簽BTA 也就是所謂的FTA 臺美的雙邊貿易協定 對不對 因為你啟動這個FTA 你就有機會 有機會零關稅了 對工商業是一個強金針 我們現在半導體資通訊產品 是零關稅 可是比電子業還大的機械 沒有 紡織沒有 汽車零組件 汽車電子 鋼鐵化學 都沒有 這些如果能夠千層 對我們是有一千億的產值 一千億 我們衝著這一千億吃一下 美國豬會死嗎 而且你CPTPP你才有機會嘛 蓬佩奧 彭斯 連拜登的顧問都開口 肯定這件事就是有戰意回應了嘛 那那這樣的事情要不要做 第二個你說豬農的產業 我事實上我們現在九成是國產豬 美豬根本沒有競爭力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吃過美國豬肉 美國豬肉第一個腥味很重 第二個口感很柴很乾 第三個他沒有放血 因為美國人不吃豬血 而且又不是溫體豬肉 所以就算他進來也不會有人愛吃 大家還記得當年的火雞肉事件嗎 哇 大家不得了火雞肉 結果進來沒人要吃 不就沒事了嗎 而且美豬不是沒有進口 美豬早就已經有進口 到現在是佔百分之一點二 事實上是美豬已經在了 只是沒有瘦肉精而已 那將來瘦肉精的豬 會比加拿大進口豬還要貴十七塊 所以他有什麼競爭力呢 我進口我一樣 我他並沒有那麼強的競爭力 大喊這邊說瘦肉精的美國豬就會很便宜 沒有啊 那重點就是說 臺灣已經獲得世界 動物衛生組織OIE解禁 說因為口題已經過去了 我們臺灣的豬可以外銷了 那我請問你臺灣的豬可以外銷 那你憑什麼不讓美豬進口 你講得過去嗎 是不是 而且今天還有一百億的養豬 產業基因來支持 這講明的就是補貼農業 來幫助工商業 臺灣的未來在工商業 但是不能讓農業吃虧 所以一百億補貼你嘛 至於消費者保護 保護標明產地沒有那麼困難 你不要反面想美國豬要說怎麼標 香糖怎麼標什麼什麼 那明顯他們認為有 沒有 你反歪 你要反向思考 你標臺灣豬 對你說臺灣豬的專屬可以當 今天我這是臺灣豬 我這是臺灣豬 我就吃臺灣豬嘛 你不能亂標 你不是人你不能標 那就很好 那就很清楚了 所以這是一個自由選擇 你不愛吃的你就不用吃吧 你臺灣人特別娇貴 全世界人都可以吃 結果你臺灣人吃了不行 而且你講內臟什麼 什麼滋物內臟 內臟根本沒有進口啊 那你瘦瘦肉精有問題 我們瘦瘦肉精美牛也吃很久了耶 有人出事嗎 對不對 阿中部長說 阿中部長很忍耐 他說他不願意吃美豬 不是說他危險 是因為他不好吃 對 所以整個來講 你救消費者保護 並沒有困難 大家不要誇大歧視 要不然我們知道現在吃美牛 為什麼沒事呢 如果吃美牛可以沒事 吃美豬就會有事嗎 因為在臺也太沒有信心了吧 更重要一點 深化臺美關係 友情不是無條件的 AIT不是白白跟你友好的 武器不是白白賣你的 公衛部長不是白來的 這個法那個法不是白過的 講難一點 為什麼這些人總統宣布 外交國防兩岸 對啊 這事情不是牽涉到進口 某一樣產品 來給大家吃不吃而已耶 好啦 就算我們為了進口美豬 來換國防安全 好了 雖然政府是不能這樣承認的 就算我們承認好了 又怎樣 划不來嗎 那你馬英九 你也曾經立足美牛進口 那你是不是欺騙人民 對不對 那而且你什麼都沒換到 那你是不是卑躬屈膝 更好笑 那中國還跟美國進口 那是不是中國也對美國 卑躬屈膝 中國很奇怪 還還還不顧島民健康 靠腰 你拿著這個飛彈對著我 你就有顧到我的健康了嗎 你還要我的命 你還管我的健康了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副總統 說得很好 他說該做的事情 有人願意承擔 希望國人支持